星期三的公民廣場 星期三公民廣場 香港時間五點踏三 里東時間應該都是早上五點踏三 應該剛剛大家可以聽到 大家也可以聽到 歡迎大家來到公民廣場 如果在網上是在聽 還有在看RTV 或者民間電台的朋友 聽到這個呼籲之後 希望大家馬上來到公民廣場 不要讓他停 讓他停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在集會之餘 叫多點朋友 接下來幾天 咬TV 民間電台 聽說好像有多幾個網台 都會進來公民廣場 繼續撐言論自由 反對滅聲 今天這個節目叫做立會小立 細澤里小立法會 小立會 真的要少 說真的 今天幾宗事 第一就是曾玉成主席 拒絕了長毛的緊急諮詢 緊急質詢 他就寫了信 說不會讓他出街 就是有關DBC的 然後今天蔣藝雲 就是這位河東師敲工的傳人 哈哈 他又發表委論 就說梁愛思的言論 是與法會無關的事 這樣也可以的 你想想 還有就是 就是有關長者生活津貼 那個panel meeting 又不會讓人說話 是的 就是完全的 這三宗事 我覺得 就是今天 因為我今天新的狀態 不是這麼好 自己人的組合 怎麼樣 但是 三宗事 看到香港議會 已經是頑皮崩壞了 已經是 絕情是 想你出聲 現在我看到的 是啊 首先我講第一宗 長毛那宗 長毛今天 原本想著是緊急 緊急Q 緊急Q 那個緊急Q 其實是有 如果以往 我相信就算是犯罪 李坦元代都會比的 以我理解 就是我都做過 那間法會議員的 政策顧問 就是我做過 大班的政策顧問 我的大餅 是不是 有所謂 現在都關了一個台 就是 你 你這件事 你為什麼緊急Q 就是因為 DBC是一個 發牌機構 是 它是行政會發牌的 你不只絕食 就算是行政會議發牌的機構 你無緣無故停了 已經合乎工作利益 已經是緊急Q的範圍 你跟我說這個 不是緊急Q的範圍 你這個 你專不專用鮮藝的 因為很明顯 你不要說街市年代 就是亞視之前的股東爭議 說可能沒有錢再播節目 沒有錢製作節目 都有緊急Q的 他都說到緊急Q 之餘 政府是很主動的 就說萬一 那亞視真的沒有錢再做節目 政府 即使收回那個牌子 會繼續接管 都給他繼續營運 會給他 沒有聲音 會給他 對 之前提過就是 可能是亞視沒有錢 沒有成的時候 政府除了出聲音之外 也都有這樣說過 就是可能 其中一個辦法就是 他們接管 暫時接管再繼續去做 那這些東西 用大氣電波的擺明 是跟公眾利益有關 這幾個大氣電波的擺明 應該是有牌照 雖然他的節目很差 是的 就是你這個 我不管 我不管DVC 節目的質素如何 總之就是你一個 持牌機構 在出現這樣的狀況 立法會就要處理 你現在的立法會不處理 那我想問你 曾鈺誠是否收了西華命令呢 那議會受西華命令控制的議長 那議長不要 還是這個 香港唯一一個數碼 聲音廣告 正在營運中的牌照 是唯一一個營運中的 你都可以有個別聲 什麼都沒有 不會跟進的 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這個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 今年的議會 是比以往的議會 得人害怕的 說真的 以往的寶王島都很猶豫的 也都 大家很希望 Diamond Day 今次的離譜度 比以往的離譜度 就嚴重很多 因為 我們見到就是 已經 會在下面的討論 決定 以前都還會顧一下 面子 什麼一國兩制 還會想一下 還會讓你做回 現在我告訴你 你死 現在他就要你 不會出聲 所以 原本應該有 這個議長 已經殺了我 那變成我可以說 以後如果真的要 討論DBC問題 立法會 我可以先說明 肯定有很多阻制 也有個分析 由前 某些不開得名 前曾淫權班子 去看看 究竟現在 梁振英政府怎麼做事 他是跟你鬥命硬 鬥頸硬 他就很硬頸 他就看你夠不夠人多 看你的輿論壓力夠不夠大 夠大呢 他就跟你跪低一點 再大一點 他就再跪一點 他擠牙膏式 你不夠人 他就不理你了 對不對 這個共產黨一貫折河 說真的 我很相信一件事 為何現在民主黨被人罵 民主黨被人罵 對共產黨一鄉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樣 當時 你說當時的民主上 可能有些人說 不要再吵了 但到今時今日 明顯就是 你沒有興趣跟你談 一定不會跟你談 共產黨 現在很簡單 現在西環這幫人 就覺得 我一定要全力 十五年氣 做完 你賣給我 你賣多少給我 現在人民的態度就是 你賣不賣 所以你唯一 現在香港人可以怎麼做 就沒事了 你現在 沒辦法了 什麼都曬馬 真的曬馬政治 現在進入是 什麼都是說 數量優勢 譬如你現在對著 梁振英絕食 可能以後 我真的覺得 荒謀屠面就是厲害 可能不是說 五個人絕食 可能是五十個人絕食 搞到 國際蒙秀 梁振英 有可能也不認 可能要五百個 其實不是數量問題 絕食上次跪低 都還沒跪 你看國民教育 說錢就不去 是要留情少少 搞到這麼大劑 小朋友絕食 搞到這麼大劑 今次有幾個大人去絕食 他上次都瘦了 不用怕 所以我有少少擔心 這種想做事的心法 因為大家會覺得 跟議員差不多沒有意思 最終會搞到不同 其實他都上次不同 你記得他很久之前 他講過 他想出動防暴隊 他已經爆了 他肯定明清言順 街坊不斷鎮壓 為什麼 如果他真的想這樣做 我會警告北京 北京想清楚 是不是這樣做 你還有很多黑錢 在香港正在洗 我告訴你 如果你這樣玩到防暴隊 你搞到香港的金融市場 大動盪 就沒有人跟你花黑錢 那些黑錢 就不用去美國 你那些貪污 你自己這麼清楚 這件事 我相信 現場有位中原辦的人士 以我所知 有樣子看的 有樣子看的 這些我都知道 我自己家裡 都跟共產有些冤緣 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很多事情 我希望 你們跟北京反映 檔案的事情 想清楚 這些事情 如果你不要被黃安征 玩得那麼準 大家有好處 對不對 錢照洗 我不管你 你跟外界 我看見 我不會反對人 要花黑錢 因為我不知道 是黑錢 我也沒有證據 都是黑錢 你自己要怎麼花 就怎麼花 雖然搞到挖流家大怨 雖然不是好事 但問題是 如果你玩到這樣 香港人就會只會說 一拍兩拍 這個就不會清楚 所以這個就自己這樣 你向北京交代檔案的時候 就這麼清楚 現在就太多人報喜不報憂 西環班 經常都是這樣的 你跟西環的彭清華 都快要升到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 想清楚 自己 現在搞到這麼遠 其實 說真的 上面的事情 我們控制到很有限 真的坐在這裡吃花神 但現在我們正面對 我們正面對很多這樣的問題 例如今天蔣麗雲說的事情 今天我們剛才說的 接下來這個水果 本來有一個Panel 給大家發現 然後去控制這個 可能控制到結果的 為什麼會 剛才細澤會說呢 因為我是其中一個申請人 是的 他是申請人 你先說什麼事 我是其中一個申請人 我當然在下期之前一組 就發了E-mail過去 說OK 我們有興趣參與 接著他都回覆了電話 本來也說OK的 怎麼知道大家有看新聞 就說張天忠 就一定要在今個禮拜 財委會的時候 通過這個 這個長者生活津貼 不是 不是 長者生活津貼 的方案 一定要今個禮拜通過 那他就說 糟了 我們不夠時間 我們有九十幾個條件 那怎麼辦呢 他說下個禮拜 讓我們再做 但是你今個禮拜 你都已經過了 你已經過了 你以為霸王眼上公 過了這個死人 長者生活津貼 那就算了 所以我都即時質問他們 他們都很明義 即是有個很高級的 比較最高級的 平時最高級的 查理和我 就說不好意思 這個不是我的決定 這個是局長方面的決定 就是我們只可以執行局長的指令 這個是一個極度不適合規矩的做法 說真的 因為 這個也都可以解釋 為何保皇黨 要拿出事務委員會主席的 來做原因 以往有重大政策 都會邀請 會在一個立法會網頁公開 邀請公眾發表意見 你和我都可以 個人名義都可以 你喜歡作一個團體名 都可以 改圖虎主大聯盟 那些都可以 蛇齋餅總會 我忘記Fanning有多少個組織 已經結束了 沒有所謂 總之我都試過很多次 在Panel發言 甚至有些人說出去 你那些被人說出去很厲害 我被譚耀宗說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榮譽 其實看到 如果事務委員會 由泛民去做主席 和好皇黨去做主席的分別 上次你被譚耀宗說 他是甚麼會 會有甚麼 政制 政制是務委員會 但是上一次 我們交運會 鄭家鋒 當時鄭家鋒的議員是主席 我們不單只可以 有一論的發言 有兩論的發言 還可以追問 對 完全交換的 為什麼Panel meeting 這麼重要呢 因為Panel meeting 他們說的 就全部 在網上 就辦白紙黑錢 而Panel meeting 好像以我 停車適時的為例 停車適時 今天那個 天氣警告 是我發明的 基本上都是 所以那天 可以叫王四澤修訂 為什麼我不是 在醫院做修訂 停車適時的法例 誰都知道是愚蠢的 那愚蠢是怎樣呢 那時候我在環保 在公司事務委員會 那裏呢 我在Panel meeting 那裏說 不可以這樣做 你沒有天氣豁免 是死硬的 因為香港真的很熱 我建議 公開有個建議 我說 現在多倫多 原本的法例 如果你高過多少溫度 我就給你確認 如果在香港擔憾 擔憾有困難 沒問題 在天文台 有酷義天氣警告 那天氣警告 之後就 停車適時 擔憾到 這個是天文台的決定 已經有自癮了 已經有自癮了 天文台 是一個客觀的決定 所以 那時候 優童還不停 但那時候已經下了簿 已經下了立法會 下了立法會會議紀錄 Panel meeting 會議紀錄 查得回 那些固件全部查得回 然後去到法案委員會 他再談 他都死人了 去到 優童還 去到有小巴司機 熱死了那個鋪 之後 然後優童還 就發現大件事 怎麼辦 大件事 真是熱死了 他真是一個法例 非行死人 如果行到 熱死人 好像全香港暴動 那些優童還 不知為何 就找回當年的警告 對呀 有酷義天氣警告 結果酷義天氣警告 就是這樣寫出來 其實你知不知道 就是優童還 優童還 監獄都是這樣 對呀 我們熟悉的 現在是拿到超級市場 膠袋 要交袋稅 對呀 看見膠袋稅是何時通過的 好像2010 2009年 2009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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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原來發明 這個膠袋稅 原來不回優童還市 提醒 2004年 那時候 那時候 要收工 對呀 要收工 和其他環保團體 當時 搞好 2004年 出了這個 膠袋稅 膠袋稅 如何計算 膠袋稅 都是有得計的 優童還指不指 但是呢 無緣無故 現在阿森堅 震到腳盾 震了陸台 然後優童還上場 第一件事 就真的 說這是這個女人的事 紫禧啊 紫禧啊 回來 不是啊 我搞到他之前 剛剛大陸開始搞搞家老水 但是他搞家老水 但是問題是他這個 即是你這些panel meeting 裡面的 每一句話 都說過的話 都是有紀錄的 世宅 我想問那時候 你這個黃世宅修訂 那個環保事務委員的主席是誰 余約美 對啦 余約美 今屆我忘記了是誰 哪個主席 屆好像都要抄襲 我也要看看 有泛民住的panel meeting 這樣的事務委員會 或者法案委員會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在這個會議 擺上議程 在這個會議討論的時候 如果聲音夠齊 就可以要求有一個公開的公庭會 這個公庭會就是剛才黃世宅所說的 就是可以讓大家 暢所欲言 每人一個團體 走去發言 都可以 沒有問題 交這麼多 submission 都可以 這個事情很重要 因為這樣的panel meeting 其實這些公庭會 其實到最後 可以有這個 除了影響決定之外 是由主席決定 是的 還有 其實這個panel meeting 這個合作是由英國的 因為英國的 House Commons 所有的 即是subcommittee 都有個 meeting 有個hearing 你每一個法案 過之前 要考慮這些 meeting上面 由公眾所 submit 的一些 evident 證據 對 你要做這些委員的政策 你subcommittee 你要有一個證據 這樣是work 或者是不work 如果有證據不work 的話 它是要認真看過 政府提出的條文 不會是不work 它是不可以亂來的 現在所有panel meeting 給一些土共控制 土共人開通訓會 要任由政策亂來 民生受害 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證據政治事務委員會 我可以說 2017的政策坊 肯定 公平會都沒有 肯定 所以我們明白 我們不是反對 一些保護國 做這個panel的主席 但問題現在是事實證明了 給我們看 他做這個panel的主席的時候 是不容許 可能再有更多聲音 去討論 最好聯盟快快通過 現在你 譬如生果金一單 生果金一單 如果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你審不審查人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審查的程序 你的proposed程序 以及涉及的行政成本 這個是一定要交代 如果證明到 涉及審查的行政成本 大過你不審查 所衍生的開支的話 基本上是不審查的 應該不審查 因為那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你生果金 你以此這樣 即是特惠生果金 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要開位 政府 是的 政府要開位的財位 要過了 要過了 要過不值了 你開新的位置 不可以無預算的 即是開的新的 譬如多少政務官位 多少非公民權位 這樣 有預算的 大佬說 而且就是說 我們去審這件事的時候 都要考慮 譬如說 我可行性 譬如說 現在可以說 原來李嘉誠把它轉賣 做基金的話 我本帳 精釋到一萬人工 我都可以拿這個 特惠生果金 其實這個資產審查 就是審了一些 息本之息 但是有少許錢的人 或者資產成罪 其實這樣 比如英國政府做法 去到right paper 達 altijd的 例えば Jasper 這這個是雲藉法和 或是 策券 策券 или策券 書 在在 Nike verse 對我們的事情 等約要交代 你的次 considered 那些需要的 所以要不毛大 你不可以不交代 即是已經有四個事 肯定實在 可以馬上來 第二肯定實在 第二肯定實在 我都沒有 現在是 piel 所說的 說有甚麼通過了 你再慢慢ní 可以的 不可以的 如果在英國來說 你這個沒有方案 想著投胎式的修改方法是會作出來的 在香港以往這麼多的慣例都是這樣 但是近幾年可能說可以勁肯來 有什麼過了才算的 我好奇形怪作 現在習慣做到什麼都以霸王眼想通的做事方式 我不得以不可 你以為這些民生問題都是霸王眼水 你為什麼可以霸王眼水 我會覺得 劉鎮英這傢伙 說得難聽之下 這把討伐是鄙視所有程序 應該走的程序 其實這些事情是否由曾蔭權時代開始 你問過有曾蔭權 曾蔭權的人都有這個喜好 但是曾蔭權不會玩得那麼準 不會那麼明顯 因為放在這裏出面 好看一點 好看一點 AO自己內部做事都有同規模 AO外部不是吵架 AO做事是有規模的 但是他知清楚規矩 因為在其中是AO出身 他不可以做太陽報 最重要是太陽報給下面回來玩 他不可以做太陽報 AO大家都有一個光鋒規矩 但是現在梁振英是一個外學人 真的 梁振英說得難聽之下 他覺得他是共產黨那種思維 我說得對 鬥爭 鬥爭和鬥爭 是的 要鬥爭 我這樣想 會不會根本他不是這麼冷藏 純粹只是背後人之事呢 西環我班友 是的 其實他根本他原決策 他都不敢勸 我看到他現在做事很認識的 什麼都不敢說 有什麼大件事發生 都不敢說 你看過DBC 轉頭走人說一句都不敢說 有傳聞亦都說他中聯辦借票之餘 他是要找數 就是中聯辦拉票 有很多要找的這些介數 這些介數到最後 就是要找的時候 由這個中聯辦決定他什麼時候找 怎樣找找找什麼 其實他當時選舉的時候都說過 一定要想想想通過23條 一定要是他會任內證 他覺得他可以做 其實有些恐懼也都在抓索 是呀 不過回一回事 今天說明要少於立法會 對不對 還有例子 我們剛才說了 這個長者生活津貼 有多嚴重之餘 我們也說了跟DBC 或者言論自由有關的其中一個panel 就是星期五 早上的通訊事務委員會 會有一個會議 會議是九點鐘 早上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立法會的網站 打開立法會的電話 要求留位的防停 敷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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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了不要緊 大家可以上立法會網站看 敷了不要放棄 因為很多人罷位的殺人罷聲 記住那天早一點來排隊 白天半前來排隊 那一分鐘有很多四雞胃室 可以stand by 可以後補的 還有通常人一多 可以 很有趣的做法 就是 以往會的 現在我看他 你看他福利事務委員會 他都不會 對呀 現在就是看看 究竟在星期五的時間 會還是不會 可以成功地在會議中 要求 在下一次的通訊事務委員會 可以有一個 給大家都出席的公慶會 那就看看 藝光 通訊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究竟自己想了些什麼 哈哈哈哈 這個通訊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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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是 哈 副主席就是 郭佩帆 不知道石氏還是博士 哈 郭佩帆是不知道IT的 我告訴你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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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OA 郭佩帆現代的 政策小組的政策人 哈哈 有了嗎 即是 這個人呢 如果你說他知道IT 以往所有的局長 亞法會聽到政策的事 當然是兩個人做的 單一個人 一個叫林永均 以前Wiser的好勢 衛科信業的好勢 現在就好像幫黎智英教肌頂合計 一個叫黃毅芳 黃毅芳是頭貢頭傻了 已經幫了洪維文 即是如果是泛民的 變了頭貢 Widman Home 現在幫Widman Home 黃毅芳 二汪汪 我就是這個清英會的 清英會的人 一個就是我 我給黃毅芳 都點進去IPOA 我告訴你 黃毅芳 很漂亮 黃毅芳 林永均是好友 Mexy 肥Mexy 這個可以爆 這個可以爆 這個 所以為何我是IPOA的元老 因為IPOA的POSE PAPER 是我以前的 我當然知道發生什麼事 甚至IPOA做工人造業 那些東西 都是我有份 選民資格是我自己 快揮備 就行了 我會煩有什麼壞事 郭貝凡這句 喂 當時 全IPOA的學生什麼 沒有一堆清楚 包括他 那你覺得 一千里面是什麼 我先說這句 所以 現在我就不明白黃毅芳 為何給郭貝凡副主席 要給Charles Wong 他們是很漂亮的 他們是感動到 有二世派投票給他們的 不同的 不同的 阿婆 多一票 喂 Charles Wong Charles Wong的背景 是強很多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Charles Wong是Hong Kong的創辦人 你問我 那些Charles Wong是怎樣 是資訊科班出身的 我看見他是做Digital 依然遞及 現在HP的部分 的Program 出身 喂 他有些早期的Program 他是 猜到幾個黃毅芳 黃毅芳自己搞網集 搞到屎 我都沒有和你計算 黃毅芳是公平的 我雖然沒有建議 但是他都是說 這麼多年 這個業界這麼多年的營運 喂 黃毅芳有一樣要解釋 為甚麼副主席 你投了給郭佩帆 你人民的腳 扮了想怎樣 這件事 所以我對人民的腳 對黃毅芳是極有保留的 你別以為 這是民主鬥市 這傢伙的 這傢伙 是吧 是吧 但是 星期五這樣就開會了 你覺得 DBC 如果黃毅芳真的有誠意開會 我覺得他應該開公眾panel meeting 應該我們過來 沒問題 如果放膽我們就過來 我們一起說 沒問題 因為你沒有由 只是給DBC的人和蘇錦麗 一個對質 我可以說 你傳媒學者 以至DBC聽眾 他們應該是有權的發言 是持訓者 黃毅芳到現在 現在你都沒有一個公開面 其實這樣的基礎 在這些大是大非 所有的 這個法國委員會 一定是法民 不要說法民 真的比較公平清少的議員 做主席 都一定會開放給公眾的保護 所以我對黃毅芳有質疑 因為其實很早 查爾索已經說 DBC要開公眾panel meeting 但是為什麼他不邀請公開panel meeting 我真的覺得 我會覺得 黃毅芳有私心 我沒有分析 你問我 我不知道是真心還是假意 你記得那天 星期日 大舊商的說 就是大家 幫大家爭取 拿回4千萬 我自己聽到 我都說 黃毅芳有一個真心 是假意的 陳偉 葉敬我一旦 因為人民明亮 都很多派系 我理解 第一 第一 黃毅芳是否怕DBC 作為他競爭對手 未來他妄想不來 這個是一個樣子 第二 黃毅芳是否不分析 剛年選舉 今年九月八會選舉 大班和黎智英合作 所以要報仇 如果是這樣想的話 我覺得質疑這傢伙很有問題 其實沒有我們想到這麼表面 可能後面還真的有任何 他不出奇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可能簡單一點 就是 看看能不能夠人多 你知道吧 今次這個 今屆這個特區政府 夠人多 被你發聲 他用那種 叫你們班 有耐得你什麼何 你餓得我何嗎 所以 我簡單一點 和很謙真一點 就是夠人 走去林友 在這裏 集會 要求有公聽會 救人多 逼到公聽會出來 我們一起去報名 這樣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繼續捍衛大家言論自由的奇蹟 就是真是見到的方法 有機會揮到的 大家真的不會客氣 一定要報名 一定要報名 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我會覺得 你 現在 你 就是 你 中聯辦 要完廣 去到這麼 張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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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當初 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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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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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管了 那 但是 沒有理由的 現在整個台 答應了要播新聞 那些資訊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答應了 還要投資 那現在只是播歌 對不對 只有一個 職員在數碼上 按按鈕 這樣 這樣不行的 如果是土共 真的 玩到絕白了面 就應該 對不對 立刻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你會 上次你講的 他正在說 留意到 最近這個DBC 只是播音樂 收到很多的投訴 我們見到 他違反了 這個 那個圖例證 考慮 會不會吊銷他的牌照 你問我買 你這個夠膽買了 這個 他現在這樣玩 說真的 你 你表演這樣 那個楊振英 個個都不分辨 就是 因為 今次 中聯辦 軟港 是太正確做 是 我聽到這段 但為什麼我決定 uproll呢 我很簡單 以往大家講 中聯辦軟港 沒有證據 大家是猜想 這個中聯辦軟港 不是猜想 陳偉業議員 你想清楚 中聯辦 這個聲帶出來 黃楚彪 和李國寶 是董事會員說話的嗎 你跟我說 陳偉業議員 如果 黃楚彪這件事 不關總聯辦事 總聯辦事 已經可以出來承清 是啊 他敢不敢做 你不簡單 彭清華出來說話 就行了 對 出來說 李國寶和黃楚彪 平衡的 是吧 如果我是 行清華 如果我沒有做過這件事 我一定第一時間就發聲明了 我沒有說過 大家有留意到 黃楚彪說的 現在是回應的 是說 我從來沒有光源 總聯辦 沒有光源 他不是說 Sandai 我是不是他 是啊 他不敢承認 這樣的人會承認 你看看 由楊振英到 由楊振英到 蘇 到拍檢蘇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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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現在很多人都被淺水了 李國寶 實淺 不是 問題是 他怎麼會集體 潛水到這個地步 他不會覺得好奇怪 很明顯有人做 然後不是 他 comercial 第一次衝出來 會下 你的 很奇怪 他那頭和阿光說大股差7000萬元 他在做一些事情,整件事是越詭異 他心情不說要同意 什麼同意? 資訊科技說要不要同意 什麼同意? 他純粹說要徹查這個商業鬥分 很簡單,有什麼內容? 他不是要徹查,是否中原辦亂說 沒有內容,對 我很奇怪 但應該出聲的時候沒有出聲 到這個時候,我不知道他的拳號是怎樣 有什麼東西在星期五才知道 這次我覺得DBC這件事是正妖鏡 真的正妖鏡 說真的 我幫DBC的原因是 不是因為我是大班好友 也不是因為我在DBC有任何的節目主持 我這個人就不喜歡支持節目 說真的 聽完之後 聽完你上台之後 真的 你聽我說話就很辛苦 那些奔承音的廣東話 聽私人的 聽私人的 香港人這個就更加聽私人 不是OK 你說香港人是聽私人的話 我們是更聽私人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中原辦 擺明幫你這個傳媒機構運作 如果你這樣都不理的話 你是不是有些中原辦會治港呢? 還有一個兩制呢? 幾分鐘隨時未失蹤 但我很害怕 其實大家都未認識到 大部分香港未認識到 中原辦治港的影響 對香港的影響去哪裏? 中原辦治港的影響就是 你真是中國那一套 亂來那一套 會慢慢來香港 沒有法治 沒有自由 然後那些人 都不知道什麼事 喂 大家很想這些事情發生 那其實是不是說 自己我招不斷的 做共產黨 就可以不安度過呢? 不是的 共產黨不相信 就是不相信 你看回中國裏面的 藏族 維吾爾族的 幹部裏 你也知道 特別是維吾爾族 維吾爾族 那很多疆獨分子 所謂疆獨分子 其實跟共產黨 跟共產黨極有遠遠的 因為新疆的解放 是維吾爾人自己認渡的 就是蔡福鼎 大家要知道 新疆跟西藏的事 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 西藏的所謂解放 西藏人的角色不同 但是 新疆的所謂解放 就是中共佔領 蔡福鼎當然是擋住 蘇維那幫人去做回事的 所以早期見到維吾爾族 是在中共很有維吾爾族 他們基本上是項目 就是維吾爾族的 因為 這幫人是真的自己衝出來 有些是原本是蘇共黨員 變成中共黨員 然後出去 新疆成為中國的部份 甚至你看回 例如幾個疆獨的分子 叫什麼 葉比亞、特比亞 他們跟中共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下體的父母是解放軍 就是蘭州軍區的人 然後說 葉比亞其實 曾經在中共裡面做過很高的位置 而且全國政協 全國政協 其實是很高的 他們那些很多基督分子 其實跟中共的關係 是很... 全部的file都是有中共的關係 但是中共 去維吾爾族 即是維吾爾族 和大家同步同步 打生打死的 喂 他都可以這樣不相信 所以他在三年同期的時候 開始鬧反 是啊 逐步鬧反 就是黃鎮 那些有關 當然 但是你想想 新疆都可以這樣 同好同步都可以不相信你 你想想香港 在歌中共產黨 是鬼用的 香港反共犯都幾多年 大陸 我們不要說那麼遠 說近深一點 其實留意到 現在大陸 又是南部地區 很多 現在整個村被人拆走了 整間屋被人拆走了 一夜之間不見了 他們哭訴無門 那代表你不出聲 你有沒有事呢 當然不是 你不出聲 死快點 你不出聲 如果你搞到 他們那些地方官員政績不好 反而他有機會賠錢給你 今天呢 我們來看看 之前的蔡元村 今天新疆東北說 收地可以隨時說 收了來收 明天你以為你住這塊地 當我住在銅鑼灣 北角 很多貝沙面河的公司 那些公司 說被人收回就收回 那當然會隨時收回就收回 所以 我的看法是 香港的商人 一般的保護大臣 我沒有那麼疲憊 認真了解一下 我反對國民教育 但是我很鼓勵大家 認真研究一下 中共黨史 因為你研究了中共黨史 你知道這班有多不好靠的 我從小到大就研究中共黨史 就是毛澤東 毛語屋 毛澤東、小雅都都看完 我聽到我小時候 所以我很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要的 一定要看的 我覺得 你問我個人來說 我不是反對國民教育 我是反對這樣的 你洗好國民教育 對 我覺得是不夠的 國民教育 總之是很膚淺的 我想要研究經濟 政治 民生 各方面的歷史 尤其是歷史 中國的歷史是很重要的 我是一個很反對中國在香港人有主權的 我不介意自己在港獨公司 我是事實的 是 有傾為政 是改為 但是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了解共產黨 我是了解中國自己做的 我是很了解中國的 因為我了解中國 共產黨一直以來的邏輯 做一點邏輯 做一點邏輯 給同一個人 你不要做鵪鵪 我大方都會罵人做鵪鵪的 你不要做鵪鵪 你做鵪鵪就被人拖 不要這樣說 網上有很多人都在執政我 還在搞什麼呢 那些鵪鵪 上網就在指點江山 在金幣 不停派金幣給別人 說我們不會做事 美劍盤戰士 而我可以大大聲跟大家說 我不是監管戰士 告訴你 我就是 你叫我在網上 怎樣罵人 怎樣都可以 但問題就是 我自己下場做的話 我是不會做得衰給別人的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都要下場 所以 也都希望大家 總整幾分鐘就完結了這個節目 我都 說一說 循例說一說 希望各位現在在RTV 看直播 還有在民家電台聽直播的朋友 今晚繼續來到公民廣場 我們繼續撐言論自由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來到這裡 我們希望真的要逼到 這個立法會 做事 立法會 做事 去開一個公聽會 如果不是的話 公聽會都沒有 要怎樣可以 就真的沒有了 即是 會不會是重點的日子 正在五早九點 擺明是重要的日子 其實 我覺得黃一文有點衰 為何擺在九點 為何擺在下午 為何擺在下午 很奇怪 下午呢 我可以說 下午 我是根據公安條 我可以先申請這個場 對 我下午我合法召人 為什麼要等到九點 很奇怪 如果不是 你看 你看 我現在的長姐 交通幾次 我已經開四點半至八點半 所有放工的朋友 在中環 又可以看到 都好過度 你們都有機會 就算你說 世禮拜五月開 有沒有委員會 你不是說 都不同是有衝突 是呀 你在六點之後開 沒有說不行 你不斷在財委會之後 在財委會之後 你不斷在財委會之後 黃毓文 你發生甚麼事 我就很奇怪 你不斷在那裡 那段時間 我真的 我真的在那裡 我真的在那裡 我有一筆反對終之輸 隨時即是拜託 即是即是要改時間都可以 我說不行的 因為我做不反對公司書 我就跟警方的檢查都可以 但當然是否要迫我這樣做 最後一個值得的關注是有一點時間 我覺得現在媒體的關注很重要 其實現在這個免費電視牌遲遲未發出 現在會不會影響了NOW和有線 或者香港朋友少些 會不會讓人看到 但會不會影響他們對於這件事的關注呢 當然是影響 你現在擺明現在很危險 你現在有一件事很危險 我公開呼籲黃維基 我是黃維基的朋友當然 我第一份工作是黃維基之下的iChannel 我公開呼籲黃維基 你不要再做暗衝 因為我記得他之前說 我們這個台就算開了之後 都是以娛樂節目為主 就很少談政治的 你現在不以激共產黨 就算你做暗衝做到只是做娛樂 都沒有用了 告訴你 做不到暗衝的 黃維基拿回來以前中大學生 都會睡車底 幾十年 幾十年 你自己的 劉公馬都被人清算 有什麼人還出來的 你拿回以前的黃維基回來 做iChannel的黃維基回來 你現在的暗衝黃維基 我認識黃維基 他有壓力的 大哥 不是一扔下去 你怎麼收貨 你不是一扔下去 你沒事輸 你突然倒進去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們對著共產黨 不是明知你冤架劣勢的時候 你冤架要站出來 如果你想到在小時候 可以突破扯過 引一步開闊天空 不可能 一定要站硬 這個是告訴別人 所以我現在很期待 我在庫圓了黃維基之外 以下貓和Keyboard 大家真的一起站出來 我當然要站出來 那兩間電視台不會說話 麻煩你們真的 我們看到特別是ATV 從星期一開始 其實我也在 如果你看一下 有什麼電視台在 除了Keyboard 我真的見過之外 就真的 不過我 現在 現在不中了 不過我都要幫現在 晴晴回去 因為星期日 我很不開心 我昨天看我五支筋動件 星期日 看到奶花很激動 你們都沒有抱我身分 是 奶花很簡單 如果真的要咬本自己 他跟現在關係 不過我不是說一句 因為那一段小記者 才會活動在這裡 其實NOW 都沒有了五段身分 其實是 對 可以清醒他 這個地方 就是NOW 我覺得NOW 有做事 有先也有做事 當然問題有 不夠 就是有先 趙英春 又沒有NOW NOW NOW 就是NOW 就是 喂 出來 真的有 不可以做那麼多信 就是 我做這個節目 我覺得 我行走江湖 那麼多人 我會覺得 不可以對共產黨做鎮 那些 唐英元也做了鎮 結果現在 他死得比較慘 其實現在三大電視台 三大財團 可以這麼說 你們一齊走出來 整個模式 真的可以變成 其實是重要的 因為 你看看 那麼多國傳媒當中 那麼多國大羅正台的傳媒當中 最小就是NOW 沒錯 你這樣說 是三個 HKBN 都不是大財團 我實在說 和美機 可能和大班都差不多 但是 你PCW 就是你摘下 是啊 那他們就是九倉 不是 基本的九倉 喂 兩個可以出來震 大佬 北京真的會震 是啊 如果你知道 李鎮街 還有李嘉誠 你整個會 已經是地產上的差 所以我近年 我近半年 就少罵地產法 因為我 要挨招 本土財團 和北京財團的對方 你見今天受影響的 不僅僅是少市民 其實地產商 都不開始 表現了 真意相傳之後 那些大陸地產商 在香港 層的就好過了 是不是呢 新界東北都是這樣層的 不是 新界東北擺明 新界東北擺明 我說是擺明 給大陸地產商 因為這個是不正常 新界東北的區 新界東北的區 如果是正常的做法 就是有得現有收了地的地產商 在做事 那現有的地產商 他要改土地用途的話 就給回土地價 是呀 黃土地價 對呀 黃土地價 對呀 黃土地價 對呀 問題現在是 政府收回 你這班有土地用黃地價錢 然後再用 住宅地的賣價錢 拍賣 然後賣給大陸地 喂 你不是搞直行主席 你跟我講 是這樣的 即是新界東北 這不是直行計劃 我知道你欺騙鬼吃豆腐 你欺騙人 大佬 真是 你是不是有行 特行 即是有時候不是說 我們的幻想和事情 這些是事實性於後面 這些是你們做出來 有證有據 而且那個算法 當然是梁振廷自己說的 不是我們誤你 然後就說我們妄想 究竟哪個往常才現在 因為我呢 很不合理的 這件事 很多很不合理的事情發生 所以 即是 今次這個議員 我們這個節目 我不知道以後 會不會有一個男女 這個洗茶小男女 可能都會有 我相信 很多下會都會做 其實都有 有創作的 有一個文化 因為之前說 《四季三國前面》 其實我們這個 運動力 我們接觸不太好 因為其實香港真的是硬 這個 你很確定 BVC 有一個Channel 叫Parlament Channel 一個台的Parlament 即是 英國 香港看不到 除非它用VPN 現在就像我那樣 是用VPN 看英國電視 我不是香港電視 所以我都想錯了 BVC Parlament 會直播Power of Common Power of God 的辯論之外 是 會分析 裡面 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是需要這些 這些 如果不是 做照妖鏡 這幫 所謂的 有它們直行直播 都要記住 無論泛民也好 我現在 泛民也好 人民也好 土共都好 個個都熟不過 政客就是政客 個個都是賊 是 要捉住它 所以 好 今天的時間 都差不多了 多謝細澤 今天上來 繼續 少這個立法會 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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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 Run 直至在這裡 再說一次 歡迎各位朋友 來到正宗的公民廣場 現在由RTV 和民間電台 接力 廣播 撐言論自由 亦都在此呼籲 其實 這個大班的訴訟基金 即DBC訴訟基金 仍然 未達標 希望大家 如果聽到這個呼籲之後 將你的善款 寫給 DBC的大班訴訟基金 將你的善款 用支票的方式 寄回周啟邦 律師事務所 他們在德庫道中的17號 榮康集團大廈23樓 海外聽眾也可以 在Facebook 有關支持DBC的Facebook 或者支持海外匯款方法 有個Sweet Code 或者用PayPal都可以 因為PayPal比較簡單 謝謝王世澤 六點鐘 一會兒開了燈 或者改了帳 之後 我們說一下龜鐵 龜鐵物語 我們有一個好 研究 香港的鐵路發展 網上的人物 過來和我們聊天 這個很難得 定要坐定定要留意 休息回來 我們再說 我們五分鐘後再回來 好 謝謝世澤 謝謝